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吧 娘 到底什么人 赶下肚瘦 酒精险酸吧 于沧海 你产凭福威镖局坑害临着男一家 作恶多端 还不知悔过吗 到底是什么人 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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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养你的高民 走 喂 喂 高雄野猪 京城四寿 这次留着你们的猪头兄长 留着我下次喝酒吧 喂 小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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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 你那师妹 救出林平之 自己往恒山方向去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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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区长老相助 不过咱们得把话说明白了 上次是我救了你一次 这次呢是你救了我一命 反正咱们一对一扯平了 谁也不欠谁的 往后嘛 还是我师父那句话 天下人与魔教仇身四海 不公戴天 见到魔教人 只有用刀剑来讲话 对吧 你记住就好 从今往后 咱们就当谁也没见过谁 谁也不认识谁 那不用用刀剑讲话了 小姑 快 快走 快走 把图终敬舍 有吗 有什么事 下完 下完 下一步 再他 下完 那一步 干涉 他 给他 我福利 才去 你可别 圣姑奉教主东方不败之命前来杀我 在下生死悬于一线 现有一事请小兄弟相助 咱们可把话说清楚啊 咱俩是正邪势不两立 我跟你啊 只用刀剑说话 求你去找一位名门正派之人 难道你也不肯吗 名门正派 是谁啊 快 来 来 小兄弟 拜托你 把这娇伪秦带到恒山城 交给恒山派的刘正锋刘三爷 你是说马上就要金盆洗手 退出江湖的刘正锋刘师叔吗 正是 属下 参见圣姑 属下参见圣姑 属长老是来送秦谱的吧 正是 属下还欠一支琴曲 没有交受给圣姑 记得就好 属下什么也没听见 属下什么也没听见呀 没听见就好 只是往后不想再见到你们 属下只有一死 别无选择 你这个女人未免也太残忍了吧 圣姑是为了救我 才处死他们两个的 他就是刘正锋 不不不不 是个过路人 在下华山派令狐冲 江湖上的名门正派 都伪善狡诈 一个刘正锋就闹得你身败名裂 性命不保 东方叔叔发下黑幕令 命你自裁一死 以正教规 属下不敢违背教规 只求容我和刘贤帝再见一面 你连命都保不住了 还要见他 刘贤帝喜欢弹琴 在下爱好吹枭 我二人琴枭相贺 相知相敬 最后合编了一支乐曲 中间尚有一个乐剧 需要在一起推敲修订 合作完成 求圣姑容我们 辽阙今生这一大心乱 到那时 屈阳甘愿临死 就为了改一个乐剧 为了一支乐曲 屈长老 在下虽然不懂什么音律 但我想这一定是世间最好听的曲子 写好之后我第一个听怎么样 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不行 我要第一个听 还要第一个学 圣姑 属下不便在刘府出入 刘贤帝见秦如见人 烦老这位小兄弟 带着秦去请刘正风出城一见 那好 见面之后立刻来临死 谢圣姑大恩大德 是 屈阳拜托 屈长老 不要这样 我一定送到 不过 我要把话说清楚啊 令狐冲此次前去只为送秦 与你们魔教 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你竟敢辱骂人月神教 屈长老 以后我也不想再见到他了 圣姑开恩 千万别处死他 圣姑开恩 开恩 屈长老 一路 百里 1 3 2 5 5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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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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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拨了 我拨了 别过来 小师傅 等一等 睡一睡 走 银贼 别动 不要 不要动 不要 你要是动的话 要是不听话 不要 我不说只要睡下 我还要动气 别动 别动 马鲁毛贼 胆大妄为 出来 告诉你爷爷是谁 出来 小的出来 我已经看到你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万里独行侠 林伯光 怎么样 你害怕了吧 有本事你出来 你知道吗 你坏了老子的好事 有本事你出来 就出来 你出来 敢出来吗 不敢出来 你往哪儿跑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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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笑 我叫你笑 小心 她又出去了 谢谢了 谢谢了 不过呀 我脑后油盐 我早就看见了 再说 她的轻功 那也比不过我呀 好 你在那儿等着 咱 咱俩比比轻功 好 好 来啊 来啊 你出来 你出来 看见你了 嘘 来吧 我是来救你的 你出不出来 快 哎 她点了你什么血 她点了我 七下三寸 你不出来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知道你解不开我 快走吧 要不然她来了你就没命了 嗯 你快出来 五月剑派同气连枝 师妹有奈 焉能不救 得罪了 出来啊 哼 亮姐为着个打耳 有本事你出来啊 出来 猫子 好 我们暂且在这里躲藏一下 过一会儿你的穴道 自会解开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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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你们了 出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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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好 走吧 我看见你们了 我看见你们了 我溜死你 我看死你 我溜死你 我看死你 我看死你 出不出来 我叫你不出来 你 哎 你不出来是不是 叫你不出来 你出不出来 干嘛呢 我就不信找不到你 你的伤 没事 我看天目官肯定还要回来 我们索性先回小屋里再躲一躲 怎么样 小师傅 你再运气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解开穴道 不行 对不起了 你 你看清楚了啊 这可是你自己的手 不怪我 原来小绵羊还在羊圈里面呢 不怪我 不是个糟老头子 原来是个华山派的后生 你这华山剑法不是我的对手 别管我华山派也好 横山派也好 都是你这银贼的对头 我倒要看看你 砍剑 华山派师兄 咱们一起和他拼了 你快走 咱们二人连手也打不过他 你知道就好 我倒佩服你是条英雄好汉 上废话 走 小尼姑 你怎么样 你快去横山城赴金喷洗手大会 那有许多咱们武林正道的朋友 这银贼不敢追你 小尼姑他舍不得我 他不肯走是吧 快走 你快走 小尼姑 还不快走 你站在这儿害得我无法施展我天下无敌的武功啊 华山师兄 你还不快走 天不光 你来吧 你一刀砍死我算了 反正小尼姑在这儿我也打不过你 令狐冲 你倒是多情多义 可能小尼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是啊 师兄 你叫什么名字 糊涂的小尼姑 华山派只有令狐冲一人 有这样的豪侠气概 原来是令狐大哥 你懂不懂 我 来啊 看死我算了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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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不光 你要听我良言相劝啊 你要是沾了那小尼姑的话 可是要断死绝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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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 amongst 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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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楼上请 请 令狐大哥 又是你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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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了救这么个小尼姑 你豁出性命追到这 不愧是江湖一号人物 岂敢 我令狐冲不过是田兄手下一名败将而已 见笑 不达不相识 咱们交个朋友如何 这美貌的小尼姑 眼神里流露着对阁下的爱慕之情 我把它让给你 记住 我不会做重色亲友之事 他 这个小尼姑脸上全无血色 整天就吃青菜豆腐 天生一个丧门星啊 田兄 我令狐冲生平最恨尼姑 我恨不得杀进天下的尼姑 滚 给我滚远一点 令狐冲 你天不怕地不怕的 怎么见了这么个小尼姑 竟有这么多的机会 天兄 常年说得好 天下有三毒啊 尼姑披霜金环蛇 有胆无胆你莫碰它 天兄一旦要是碰了这个小尼姑了 那你可算是交上滑盖运了 虽然田兄号称万里独行 只怕到时候你一步也走不动 小尼姑 快 滚滚滚滚滚滚 给我滚远点 免得大爷我看着心烦 天兄 咱们是朋友 来 我敬你一碗 我天薄光 独王独来 横行天下 哪有那么多机会 小尼姑 倒酒 你就是万里独行的钱薄光 不错 你这采花的银贼江湖的败类 我要为武林出害 请 喝酒 别伤害我天宋师母 李公众 李公众 我是你的朋友 我敬佩你的为人 我在起身招架 你怎么会吓的 承谢了 好剑法 臭道是怎么过来夹工啊 我是泰山派的正人君子 岂能与银邪之人联手 你不要冤枉人 这位领狐师兄是个好人 好人 他是和银贼一伙的好人 快 不要杀他 不要杀他 小美人说不杀他 我就不杀他 走 接着喝酒 救命 对不起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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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 救命 不杀 救命 小姐 要葱吗 二师兄 大师兄呢 你跟我过来 二师兄 我们走散了 走散了 二师兄 看到于参海他们了吗 看到了 我在山里亲眼看到他们换了车 把临着男夫妻带走了 师父让你们出来 是观察卿城派的动静 谁让你们出手救人的 他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师父说了 让你马上到衡山和大家会合 我不 我还要找大师兄去呢 小师妹 你们在福建闯的祸还小吗 你沧海已经怀疑到是咱们华山派在和他作对 师父非常生气 说要重重的责罚大师兄 我说你啊 别让你爹再为你着急了 我呀 马上送你走 然后再回来找大师兄 说不定大师兄已经到衡山了 快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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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排名第九十八位 可是坐着打的话 在下排名第二 那谁是第一 那自然是魔教教主 东方不败 不提魔教 不提魔教啊 好 就让我见识见识 天下第二的武功 不行不行 这么一来 岂不是我令狐冲 占了朋友的便宜了吗 令狐兄 大方 令人佩服 这路剑法臭气冲天 有什么好佩服的 难道比茅厕还臭 还是田兄聪明啊 在下每天早晨去出宫 在茅厕之中 到处都是苍蝇飞来飞去 好生讨厌 于是我提剑便刺 初时刺之不重 久而久之熟能生巧 一刺便能刺中 渐渐一语神会 一出剑 就能刺中一群苍蝇 在这几刺苍蝇的剑招之中 在下误出一套剑法来 只是每次使这套剑法的时候 一直做着出宫 岂不是有点臭气难闻吗 你当我是茅厕的苍蝇是不是 田兄息怒 田兄息怒 小弟当十三练这套剑法的时候 只不过是为了好玩 绝无与人争胜拼斗之意 再说了小弟绝不敢将田兄 当作茅厕里的苍蝇 一定要做着比 比 好 比赛之前 咱们得先立个规矩 在未分胜负之前 谁要是先站起来了 就算输 好 谁先站起来就算输 输了的 以后再见到小尼姑 不准起邪心 还要恭恭敬敬地叫一声 小师傅弟子田伯官叩见 你怎么知道我会输 输了的 还要改投在衡山派门下 做定仪师太的徒孙 不敢做小尼姑徒弟的 就不比了 我不能收你做徒弟 我的功夫不配 再说我师父也不许啊 我们衡山派个个都是女的 这怎么可以 我是 小尼姑 你是盼着我输 还是盼着我赢了 练狐师兄 你一定能赢 你坐着打天下第二 你一定能赢的 我们就要开始比试了 你赶紧走吧 有你这个光头小尼姑在面前 令狐冲不打先输了 天兄 站起来就算输 我怕啥 做小尼姑的徒弟 做就做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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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